赵普曾经发出半部论语至天下的感叹 引得无数风流人物纷纷共鸣 著名学者朱熹说他是 入道之门 积德之机 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急 论语当中许多经典的词句 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 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吗 这部曾被古人誉为 治国之本 经典名著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还具有哪些实际意义呢 近日 一场名为 人生事业与论语的专题讲座 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解决21世纪的分岛 只有靠2500年前的孔子的自威去吸取 才能解决现在社会的抵振 这位主讲人是来自台湾的 唐玉玲教授 退休前就职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是现当代儒学泰斗 李炳南教授的嫡传弟子 在师从李炳南教授30亿年的学习历程中 对儒家文化精髓 孔门学说的传承和弘扬方面 有着深入的研究 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品 全书共有20篇 内容十分广泛 包括政治主张 哲学思想 品德修养 伦理道德和教育原则等多个方面 不要小看论语中那些不长的字句 如果古为经用 其中蕴含的智慧能让现代人烧走不少弯路 站在一个古人的肩膀上 学习才会看得更远 走得更踏实 那在我们各行各业当中 如果拥有论语作为智慧的本质的话 相信国家是有生命力的 社会是和谐的 家庭是幸福的 人生是活得有风采的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情的文集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思想 不光国内 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知名企业 也纷纷把研究儒学思想 作为一种时尚 据国家汉办统计 截至2014年9月 全球有123个国家 合作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 和713个孔子课堂 无数名人表示 在论语的学习中收获颇风 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 伊藤赵就曾经说过 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地 无不熟读论语 孔子的教会给他们的激励影响巨大 实力多得不胜枚举 唐教授及其团队 也借重工问证 紫约先有私设小步举贤才一言 强调了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我怕遗漏人才 怕他是人才我不知道 你看这是重工里面 他非常重要的决战点 怕他是人才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见局 你看他有这个遗憾 所以秦木公在秦靖瑶之战的时候 他检讨失败的原因 他先检讨自己 接着他说 我国家的大臣 如果能够在贤才上居 那我的国家是强盛的 同样的乃至于在公司 在企业 在团体都一样的 如果说将论语的精神 应用在企业管理和为人处事上 是论语为当代人指出的外在出路 那么论语中阐述的价值观 情绪和道德 则真正诠释了 现代人生和古代经典的关系 为现代人指明一条 基于文化内涵的内在出路 这三个正确的价值观 他就是我们文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自向的建订 你如果没有自向没有建订 大概后面都不可能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衡量自己 要怎么去看别人 文语提供的非常好的模式 非常好的内涵 帮助我们看自己看别人 刚讲完就是识科 就是德行科 就是品格跟建订 言语科就是说话 正识科就是办事 文学科就是文化的内涵 想想在一个国家里面 如果有文化的抵御 又能办事又能说话 又能有品格又能建订 请问这个人是有出路的还是死路的 这个社会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 那这个在世界里面 他能够争取的认同是多的还是少的 论语为世人指出的内在出路和外在出路 并不局限在精神层面 也并仅不留于后观 实际上 无言大义的论语 也在细节和操作层面 为现代人指明了方向 众所周知 现代社会匆忙杂乱 竞争激烈 一个人如何在社会洪荒中 适应日常秩序 找到个人坐标 成为有价值的人 变得尤为重要 当代的我们学习论语 学习古代圣贤的意义 就是用他们对生活的体验 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变成有价值的人 当我在看到问题的时候 我能够比别人更精准 更快地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本 所以我找到的方法 就会更精准 你对自己在意识上的培养 所以你在执行上面的能力跟强度 就会跟别人的差异 衡量一个人到底在市场上 或者在职场上有多少价值 就是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高 从看见问题找到方法 然后最终的执行 彻底执行 那这三个方法怎样去落实它 那对我来讲 我自己都在文化 从文化的积累上面 在这三个方向有很大的收益 在此次讲座中 唐教授及其团队 效仿当年孔子讲学 采用一文一答的教学方式 将深奥的古典文化 用同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出来 有些见解了这些东西 然后也对我自己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然后今天听的话我就觉得 所以我们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要好好把它给发扬 继续给它学 好好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传统文化带着古人的智慧 启迪着现今生活 而中国文化渊源流长 经典著作好如烟波 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 很多人学习起来表示无从下手 论语恰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入口 一个深入学习的契机 整个中华文化都跟精华 经典的部分都跟夫子有关 那论语是最能够把夫子的内涵 做一个详细的描述的经典 由通达论语开始 再来进入六经 会是一个学习中华文化 最好的善巧方便 也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要能理解最重要的入手处 我们都同为中国人 那其实要找回中国魂 那所有的内涵都在经典里面 那如果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能够静下心来跟经典来接触 我相信大家都会在里面 获得非常大的受益 以论语为代表的国学 沉淀于历史的长河 又升华于现代社会 蕴含着为人处世 治国其家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最近国学热逐渐兴起 国学经典的研习 从庙堂扩展至民间 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但不少国学学习出现了舍本竹墨的现象 或流于形式而忽略内涵 如只是单纯的穿汉服行周礼 或为投机者所用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为了正确的学习和掌握国学 真正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 服务于民众需求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今后将开展 包括国学教堂 读书会等在内的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 国学经典学习活动 与广大观众一起评想经典 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